你 你来了 是啊 我特意来看看你 顺便告诉你 差无死了 现在我们这一辈 就只剩下我和你了 差如 所以 你是来刷我的吗 非也 我是特意来瞧瞧你 瞧瞧这美貌容颜的你 曾经如鱼得水的绝杀 代理三月的城主 可惜这一切都看不到了 你开心了吧 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 你已经一败涂地了 现在的你 就配这样给我跪着 俯首称臣 卑躬屈膝 你近来脾气越发地打了 想必是你体内的骨王 又要开始骚动了 眼看就到了反噬的日子了吧 我早就已经收服他十几年了 已经不怕骨王反噬了 那行风为什么还要用我的身体做骨器 一次一次地研制出去卫食骨王的骨种呢 那岂不是多此一举 那是你应得的惩罚 是你该偿还的报应 你心虚恶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以罢 行风身上的射界终归无解 你和行风长久所盼 如同虚幻 你们两个永远只能像现在这样 咫尺相望 却无法庸灭 在你欲望如何的时候 他却像个太监 失望了啦 你不要以为我跟从前一样那么天真 会这么轻易地中你的圈套 做梦吧 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的 我要你 像现在这样 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 生不如死 城主 鸡骨阁的人过来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你 trump了 你不担心 你不是什么关系人的 人不被槍 是生不 going 你不是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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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蔬子 医生他靠你来 你不想想帮我 不是 pessoa 你不是生不得了 阿姨 阿姨 赶紧收拾 是 快 后葬吧 是 主子 无论如何 死的毕竟是我们七谷阁的人 难道城主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吗 放肆 怎敢对城主如此不敬 事实宜口误 事一知罪 自己去行堂 领三十匹鞭 是 是 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长安怕说了也会挨打 你和他不一样 选他 是为了满足我 贪先的身心 而你 天天挂念着你的前主子 是个养不熟的货色 只能闲扯 是吗 长安以为 城主近来 不同于往常 不像是性格暴力所致 是 那是什么 城主最近面色善变 顺而潮红 顺而差白 更像是气血翻头 无力压制的表现 鬼花城历来有传言说 城主得到谷王却不得收服 岳岳受谷王反噬之苦 那是谣言 自古谷王 不会反噬宿主 你这样聪明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这个 主子认为那是谣言 那便是吧 长安 就不替城主多操心了 人要看清自己的位置 要懂得 适可而止 鬼花城 确实是圣者为王 但也不是 顺他者生 逆他者亡的羞罗场 长安向来少言甚心 今日因主子问起 才会不管不顾地多嘴 至于主子怎么认为 那便是主子自己的事情了 我罚了 服侍我歇息 是 不敌人 才会留守 不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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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还会召成 非常静心 不敌人